我重申,你赚多少钱,你亏多少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DNF也不会向你们索取任何一分钱 如果有索取的话,这样就是要注意,因为可能是骗子要来拿你的钱 够清楚吗?应该够清楚吧? 够啊,够清楚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嘿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Wing啊 Herry Herry 最近咧,我就有一个机会,一个偶遇,去touch到Bitcoin 然后就Crypto这方面的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的一个圈子 啊,所以咧,完全 所以咧,今天我就要带你们去一位非常勾力的一个人 然后也这一趟咧,就是跟Herry,我们一起来算是补习这样子啦 一起学习 OK,就在这个Crypto这个圈子里面 有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就是新的东西 新的趋势,跟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在撒着种子,在播种着 然后之后,等我们学到了东西啊,我们一定一定会带你们飞 所以,今天就是来补习一下,然后今天咧,我就会以一个小白的一个身份 来去帮你们问一问你们不懂的问题 也包括是我不懂的问题啦 所以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目的地了,我们就要等他们下来带我们 哈喽! 嘿嘿嘿! 对啦,那位神秘的大神就是我们的Nikiru! 今天就是来找他补习啦,然后顺便学一些新的东西 哇,你们看这个是目前走着的趋势 现在一粒的那个Bitcoin已经去到69,644 OK,so far叻,我叻是上过两堂课的 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小白 我也觉得啦,看着这个影片的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大家都会累积非常多想问的问题 可能在交流区还是问不到一个答案的 今天我就代替各位来问个清楚 因为老师整尊就摆在这边了 OK,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啦 就是什么东西真的是要非常注意的 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今天做这个交易啊,你必须要真的真的跟着SOP 就是我们教你的这个策略一定要跟着 我们的策略就是已经是专属卫星所小白设计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们的策略去走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学完了之后一定要做功课 因为很多的人他很急啊,他只要马上就要开始 他就懒多做功课了 这个就是我中的,我早上还跟老师讲 今天我开了三单,然后三单全部都是亏损的 然后我第一个问题我就马上问他 我问他,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开单? 他就回答不到我,我就知道 我回答不到,因为我就是那个没有乖乖跟着SOP的 所以什么是SOP叻?我们先来听老师讲一讲 所以现在老师当场画图 这个moment叻是很珍贵的 因为老师是很少会教人家这样子的 因为今天我要拍影片,所以就特别福利给大家 而且啊,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还要现场画给大家 我就放大去争取啦,这个福利可以吗? 我请老师吃晚餐 OK,你看啊,我们今天打开了这个15分钟图 那我们要去找的就是他的一个接触点最多的 那我现在就来问你,就是你看 我看我自己的接触点在哪? 你看,你画给我看接触点在哪里 最多的接触点 如果给我的话,我会选这边 虽然是有一个穿插啦,有一个突破 但其实这里是对的 OK,你看啊,这个接触点嘛 接触点 1,2,3,4 就是这里就是那个接触点 对 你找到了这个接触点 你现在要等的就是一个机会 啊,到底有什么机会 那如果说接下 好像你是有上完我课的人喔 你就知道在这个位置突破之后 你就是有一个交易机会了 嗯,这个课我已经上两次了 讲了这一次是第三次的开头 你就是没有做功课 我就是没有做功课 问题就出在这边嘛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会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先做功课先 先完成那个SOP 之后才来开始想赚钱的东西 是,而且喔 我还开了一个免费的群喔 是给大家交功课的 交流 交功课区 你功课要交上去喔 因为你交了功课 你才能知道你画的错还是画的对 然后老师会帮你就是免费的去检查你的功课 那你对了之后喔 就可以开始进行交易 交易遇到什么问题喔 还可以问老师 所以当你这一些全部完成了之后喔 其实呢 你就可以开始你的这个交易 可是很多人喔 就是没有的 他就很急 上完课了然后 就没有做功课 自己 要不然就自己发挥啊 自由发挥啊 然后感觉啊这一种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嗯,OK老师 我一定会教功课的 好 即使教 After这个课成功课 刚才呢 就有跟老师讨论到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新手啦 他们都很喜欢 就是在直接在bybit里面 看这个图 然后老师有什么建议 我每一次喔 都会建议新手 不要在这里看 因为当你在这里看的时候 你就很想去做多做空了的 因为你就看到它要涨了 你就要做多 但其实最好的就是 你一定要在你的这个 我们教的tradingview里面 然后去画 去画去做功课 做了之后 我才来这里去交易 所以我会建议把这个给关掉 关掉 哦,难怪 难怪刚才老师 在我看电话的时候 帮我按那个关键 我帮他关掉它 因为我就是在想 所以这边就是主要做交易就好 对,而且你看 不要看这边的 这里这么小 这里这么小的 你跟我讲 你能画到我是不可能啊 我不觉得你能画到 所以你就把它关掉 然后真的要去看你的图 去看tradingview 然后一定要想好你的这个策略 要及时交易 一定要想好先的 所以不能靠感觉 OK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 有一台电话 跟一台电脑 是最好的 要不然其实 你要在你的手机也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 电脑还是不方便 对 你可以有iPad或者手机 但你手机一定是要 真的有tradingview 对,就是 其实online就有了嘛 tradingview 这有tradingview 然后你要去画 画好 其实你在这里画好之后 还是说你的电脑画好之后 你的手机会自动 自动会有出现的 画好之后 你要交易的时候才去交易 可能还有很多人 就是有接触过 但是没有老师教 这边我就可以帮他们来问一下 老师 请问什么是市价单 来我来讲一下 市价单 这个就是当你要进场的时候 是根据现在的价格马上进场 那如果你问我其他的条件单啊 还有这个追逐现价单 还有现价单这些 我认为新手呢 不需要学习一些 嗯 因为今天有时候哦 就是你学的太多 但你却没有很常用到的 那反而呢 就是会让你更加复杂的 觉得交易很难 就很像老师有讲过一个道理 我觉得是很对的 你这集你去买很多把枪 是不是你买很多把枪 然后你每一个你都去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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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练练练练练练很厉害 但是啦你一上到战场的时候啦 对方一个啪 啊你就死了 再厉害都好 你这样多把枪啦 你都不懂到战场的时候 你要用哪里一把 就跟着老师教 老师教你用AK-47 ok 你就专门去专精这个AK-407 练到很厉害了 然后你上战场就可以 就是懂要怎样用 而且是马上用那一种 我觉得是很对啦这个道理 就我们在这个B圈 因为我还发现哦 新手啊 当我们叫这个策略 让他们去做功课 他们做了他们会了哦 他们就很想再学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这把枪当你真的开始练的时候 你会开枪了我知道 但是你能不能射准 这个也很重要啊 很多就是老师我会开枪啦 ok 我要练第二把枪 第三把枪 第四把枪 因为每一个都会开枪 但是不一定每个都中 所以这个是新手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一直都很想学习很多 但我认为呢 就是你一定要把基础学好 把基础学好 把功课做好 然后把我们教你的策略 我们一定会教你 就是从LV1到LV2到LV3 我们一定会 手把手带你们的 所以你们不需要这么急 就是一直想要去 学这个 学那个 所以听到了吗 各位 关于新手的话 老师的建议就是这样子 老师请问 又有青色又有红色 是什么意思叻 哪一个青色红色 你是讲蜡烛 线条啊蜡烛 你是说这些线条还是蜡烛 青色代表什么 红色又代表什么叻 青色就是代表上涨 红色就是代表下跌 就这样简单 所以你会看到 然后有两条青色 就代表它上一次 然后再上一次这样 然后有红色就会去下 老师请问 什么是指引止损 指引止损 就是当你开单了之后 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在哪里出场 这个很重要的 但有很多的新手哦 他就是没有设置好指引止损 指引等于是 等一下老师 出场是什么意思 出场就是把你这张单给平掉 就你开了这张单 我要stop了这样子 对你要管 那你要关的时候 就是指引止损吧 指引就是你赚钱 指损就是你亏钱 那有很多的新手 他们是没有设置好指引止损的 为什么 因为赚钱的时候想要赚更多 就不要把它关掉 那亏钱的时候呢 就不想亏掉这笔钱 希望呢 他还会回到原点 或是赚钱 他就扛单 嗯 所以其实指引止损是保护 保护 对对对对 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教你在哪里开单 然后在哪里设置你的指引跟止损的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上课的时候呢 老师都会教大家一个 一个point 什么point我就不讲了 如果你们要的话 就来上课了 OK老师 请问这样显眼的这个青色做多 跟红色做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做多的意思就是 就是当你的这个价格持续的往上去涨 而我们教你的时候 我们教你就是这个线 当它突破 你就可以做多 因为它就是上涨非常强势 嗯 那你就可以开这个做多的单 当你开了做多 市场上涨的时候你就赚钱 yes 那做空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 刚才的蜡烛我有讲了吗 对 青色就是上涨 红色就是下涨 所以 你做空 红色这个就是当你做空了 它的价格往下跌的时候 你就赚钱 那有一些新手就问我 老师我可以两个都开吗 那我问你 可以 可以 但是 你会赚钱吗 呃 因为刚才我跟harry讨论过 harry是有讲 对啦 你可以先做 你可以这个趋势 适合做 做多 你就先做多先 然后你在 你在中途的时候 你有赚知道吗 你再做一个空 这样子就 可以平衡 这个 harry教他的 是要很有经验了 要比较很有经验 那如果我们讲新手啊 不会的话 他同时他就想 哎同时不如我也 现在做多现在也做空啊 不管他涨还是跌我都赚嘛 但是他忘记了 当他做多跟做空同时开的时候 市场上涨 他的做多的单是赚钱 可是做空的单是在亏钱的 所以他关的时候 两张单一起关 都没有赚没有亏 所以就是玩累高 对 你不需要两个方向都开 而且分分钟啦 你还会亏掉那个手续费 因为他每 你开的每一张单 他都会有手续费 对啊 这样老师 现在我们看着的是比特币吗 这样还有其他的 就是还有以太币啊 还有dosh啊这样子 这一些呢 这一些我可以玩的嘛 这一些 其实市场上面有很多种币 很多 我们称为就是山寨币 山寨币 对 他们是叫山寨币 那比特币是主流币 那我会比较建议新手呢 去分析主流币 就是比特币先 当你会了比特币 你才去就是考虑其他的山寨币 那为什么不考虑山寨币先呢 因为山寨币的风险非常的高 因为他波动很大 当然如果你已经是做功课 比特币你已经是会分析了 也开始交易 你就可以去别的 你就可以开始去分析其他的币了 但是最好就是专注你比较 就是了解他走势的这个币 也是比较稳定的 对 就是你分析出来 他是可以跟着你的分析走的那一种 要不然有一些山寨币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讲新的币 或是新的山寨币 他可能是冲的非常的快 但他跌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爆跌 一个情况 就是 maybe 就是咋啦啦啦啦啦 然后蹲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要去注意 我比较建议大家还是先学 这个主流币比较好 就是比特币 听老师的话 乖乖听老师的话 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币 但是老师教你Bitcoin 你就在Bitcoin里面去学习 那老师啊 如果说我上了一个三堂课啦 好不好 这样你觉得我应该要放多少钱进去呢? 其实放多少钱 真的是看你自己 或是你自己决定 最好就是拿你的闲钱来放 就是你没有用到的一笔钱 或者说这笔钱 你是认为拿去投资是OK 舒服的钱 因为有很多人哦 他就是没有把自己可以舒服的钱 先钱去投资 他就用了他自己的可能一些很重要的资金 重要的资金 不应该啊我觉得 很不应该 有些还贷款 就是不应该的 所以如果要多少资金都可以 都OK 你说 100美金可以吗 可以啊 500美金 50美金可以吗 不能啊 不能啊 最低100啊 因为你50美金 50美金有一点 就对你会很难 50美金200多嘛 这个市场的波动 如果说加上你的这个仓位的话 真的是很小 很小 所以你会用很多的时间 但是你很多的精力 如果你真的要用50了 我会建议你先demo trading 啊对 然后你就努力先去赚钱 对哦对哦 然后有足够的这个钱了 然后才开始 那在这段期间呢 你就用这个demo trading 就是模拟账号 然后去进行这个操作 当你真的是胜率很高了 你已经很了解了 你再去进钱哦 其实也不迟了 所以我都不建议新手 就是马上 你既然学完了 马上你就进钱 然后马上就去交易 因为很多东西 你可能都不可控 你不知道 还有一点是哈 因为我们就是有接触到这个免费课程嘛 我们就会有帮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就会跟他们分享这样子 然后有些人会问我们 讲说我们这样子去听课啊 然后我们进这个圈子的话 我们有没有钱赚 就我们带他们进来的 有没有钱赚 老实讲你们赚钱 你们亏钱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就是负责把你们 带进来这个新的圈子 去学新的知识 然后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然后老师在这边 老师教课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你们有赚钱 你们有亏钱 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就只要是你们能够赚到钱 这样我们就任务达成 就这样简单 嗯嗯 我有遇到一个问题啊 老师你看我这一个哈 我昨天嘛我买入的时候是 我买0.003 然后我买入的价格是 69.399 然后我出厂的价格是 69.640 然后这个时候我是做空的 我做空吗 对 你关掉然后你就 亏钱了 因为你进场是 69.399 嗯 然后你关的时候是 69.640 嗯 因为它涨上去了 所以它这个是 多的趋势 其实这个哦 不是讲多不多的趋势 是你自己也不懂 为什么会开这张单 所以 因为你没有做功课 因为我就是没有做功课 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问题 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是因为哦 你不懂为什么这里会入场 嗯 然后你也不懂为什么会这里出场 嗯 所以记得做功课 但是老实讲啊 我真的是很衰 为什么每 我开的这三张单啊 每一个都是相反 就是总之就是亏钱就对了 所以我跟你讲哦 很多新手啊 都每次都跟我讲这个东西 他长得很衰 是 为什么我做多哦 他跟我相反 是相反 因为阿旺的单也是有做多也是有做空 但是都很亏哦 因为是靠感觉做的 对 这是第一个 这个是无法否认啊 所以也让我来为大家做一个例子 我就是靠感觉 我就是没有做功课 但还好阿旺有一个很好的 对 他就是小小 我喝小不了 因为他真的是知道自己没有做功课 是 所以他也没有信心 我才try啦 啊他就try他真的try很小很小 那我觉得这个ok 因为有一些哦 就是他try很大 嗯 然后他就很痛 然后他很痛哦 他就要用更多的钱哦 去把它赚回来 然后赚回来的这个报复性这一种 啊 就来了 这个时候叻 就是要 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所以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哦 心态是为之重要 所以就是很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投资叻 有技术分析 做你的靠山的话 你就叫投资 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还硬硬要去的话 那就叫赌博 所以就提倡大家 来我们这边上课 免费的 然后老师教 从不会交到会 有什么问题直接问老师 因为反正都是免费的 就主要是带着大家一起赚钱吧 比较expert一点的叻 ok 现在是讲给 比较expert一点的玩家的话啦 就可以去到老师的channel去看 因为老师是经验非常丰富的 六年 七年 七年的币圈分析博主 对吗 没有 如果你讲我博主 其实才两年多 哦开youtube 我之前只是自己投资而已 因为mco 然后才开始成为一个博主 但是其实哦 也是蛮选一下的 我昨天啊 我有算那个零年 然后我算到我在 就是 总之就是我跟你认识的那一年 是我播种的那一年 然后今年是我的大王 哦 那刚好哦 get得到什么意思嘛 我get得到啊 所以就是 明明中 我在播种的那一年呢 认识了Niki老师就对了 过后就没有什么交际这样子 但是是认识的 然后到今年了 刚好也遇到老师接下来的一些企划 这样子 就有合作的机会 总之我觉得我今年我要发就对了 而且今年 这个酒纸离火 我听很多人讲 我身边真的很多人告诉我 这个火运来了 那我就 因为我不是很懂这种风水 还是这一些的 可是我身边有朋友他懂的 他就告诉我 因为哦他们讲说 这个火运来了 一定要买这个加密货币 因为这个加密货币哦 讲会就是 有在这个火年啊 对今年是火年 会一个很好 所以他们都来向我咨询 就是想要去买这个鲜货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新手没有时间交易 因为有很多新手就是 可能我学了没有时间交易啊 我要工作啊 那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开始存这个比特币 意思就是说当它便宜的时候 或是你定存 就是买入这个比特币 收着 不用交易的 这个是不用 不用记住的 对 只要你有钱 只要你等到那个timing 就直接买下来就可以了 对你买了你收着 不用交易的 它就是你能移买 就比如说你在六万买了比特币 嗯 它现在涨到了七万 那你就赚一万 你没有帮他们问到 就是很多人误会 就是说比特币是不是要一颗一颗买 一颗一颗买 没有不是 因为一颗要六十多千美金 对 不会要几百千啊 这样子讲 一粒是要六十多千吗 接近三百多千吗 对 现在的价钱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以为 哇我要拿三百多千来玩这个东西 但是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因为它是可以拆分的 就很像之前老师有聊到一个例子 就是这样 啊这个是Chanel bag嘛 然后这个Chanel bag 七万块 比较两家七万块 然后在币圈的话呢 这个Chanel bag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可以分的 可以分的 可以切掉 可以分出来 其实平特币是你要买多少可以 好像你问我如果说 我只有马币五百 我可以买吗 可以 可以 那如果我只有马币三百 可以买吗 可以 买 买到0.00多 分到他的0.00多 但 你至少是持有比特币的 啊对 你是可以跟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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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哦 我的影片哦 期待期待 我小白的影片 小白啊小白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 因为我们啊 其实真的是很希望 这个圈子可以有更多人的 踊跃 踊跃参与 进来了解这样子 而且在这个币圈里面 骗子真的很多 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带你飞的团队里面啊 我们是不会向你搜寻任何一分钱 只要有人联系你跟你要钱呢 他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冒充 老师很怕哦 因为很多 因为在老师的这个这个频道这边 其实真的很多 冒充我的人也很多 就是冒充我的团队 冒充我 是 都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们是不会向你收取任何一分钱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给大家的 老师真的辛苦你了 所以老师是很讨厌很讨厌那些骗子 可能我以前给很多骗子骗过 我知道很痛 因为我以前很努力赚钱嘛 然后后来就给他们都骗走 所以我就不想要就是 呃再一次的受到这种什么痛苦还是说 对就是没有必要的伤害吧 对没有必要的伤害哦 所以就教大家真正买比特币的方式 因为外面可能有很多种真的是 你不懂里面这方面知识 然后他就跟你说 啊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用那个方式去在币圈里面赚钱怎么样的 但有可能很多都是不正确的 而且他们都会向你收钱 嗯所以你一定要很谨慎啊 要谨慎要注意就对了 嗯你们没有任何一分钱会经过我们的 yes 我们也不会向你收钱 总之你们赚钱你们亏钱 跟我们一点关系我们 我们也我们也不会向你索取任何一分钱 我们要做一个就是warning endic 这样你再讲一次来 没有没有这个是 这个是 这样你要讲得清楚的 这样他们对市场的 ok这样我们要认真一点啊 我重申你赚多少钱 你亏多少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DNF也不会向你们索取任何一分钱 如果有索取的话 这样就是要注意 因为可能是骗子要来拿你的钱 够清楚吗 应该够清楚吧 够清楚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大家都是自己赚来的血和钱 真的要懂得怎样去保护 因为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界太乱水了 有太多太多丰富的东西 然后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接触过 所以分分钟你会因为某些东西而 让你的皮包损失都说不定 所以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资产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钱进行交易 有蛮多的其实 就蛮多年轻人 对想要学习可是没有钱 所以为什么我提倡就是真的不需要这么急 就是要进钱然后去交易的 你可以用里面的模拟账号 完全就免费给你去使用 对 就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给大家可以免费的里面有资金 然后去进行交易 我还想要在这边就讲一下 就是我的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我会接触币圈 然后为什么会接触这个虚拟货币 是因为前景 因为其实我们也已经有过很多的时段了 就是像老高讲的 那个叫奇异点 奇异点的东西就很像电视机 在很早之前是没有的嘛 出现了电视机 有人去发明出来了 整个东西就很不一样了 人的要求也不一样了 所以出现了这个奇异点 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时代要来了 电脑来了 又是一个时代来了 然后电话 iPhone来了 又是一个时代来了 所以现在虚拟货币 是已经在什么时候出现了 2009年 比特币 比特币啦 2009年它是出来了 但是那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了解 那时候是免费的 免费的比特币 只要你有电脑 你就可以挖免费比特币 哦 然后以前比特币的value啊 价值啊 可能才一个一毛钱美金 我买的时候是 马币2000多 的时候 一粒啊 对 所以你问我 接下来的比特币 还能涨到多少 我看还可以去到一个 100千美金 甚至100万美金 一颗 一颗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 然后 在都拜啦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用 虚拟货币来进行交易了 可以买车 你可以就已经做交易了 很普遍了 而且啊 讲真的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东西啦 就比如讲中国 在盛行着的东西啦 大到马来西亚已经是5年后 10年后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已经有经历过很多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看到东西又不一样 就很像以前我是不会用大选购的 但是结果 现在大选购到处都是啦 就必须要用的一个东西 反而我的皮包里面的cash 是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是没有带cash出门 这样子 现在对我来讲啦 去touch到新的东西啦 是很重要 可能也很多人现在都在讨论比特币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当大家讨论比特币的时候 而你咯 怎么样去交易比特币 或是买比特币的先货啦 你是有优势的 这是有优势的 对 而不是就是听别人讲 然后自己也不懂他怎么去买 然后自己摸索 哇我觉得我们讲很久耶 是 我们讲超久的好不好 太多东西要讲了 是真的 一全这个东西 讲不完的 这个新手篇 这个是一个新手篇嘛 我们都可以讲这样多东西 然后我还没有开始学的 你知道吗 我们只是在跟你讲 讲解那些东西 所以OK 今天这个影片 我们先到这边先 以后还有会跟老师一起 来做更多的影片分析 给大家看 要去follow啦 要去subscribe 老师的channel 然后以防你学会了 你还有更多东西 需要去进步的话 就可以去到 Nikki老师的频道去看 OK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Instagram PM我 我们有免费的课程 让大家去上的 所以如果你们都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那个免费的课程 让大家去报名 我们在课堂上见啦 今天这一集先到这边啦 先到这边 我们以后还会做更多影片 跟大家分享 Everybody say you 要做功课 先给我听好 you better sit down wowwow 三夜的开炮 you better sit down wowwow 让这些听到 林北的信号 wowwow 等我尖叫 everybody bounce yeah 先给我听好 you better sit down wow 字幕by索兰娅